日前黄小蕾、刘兹、刘延、梁静科以及刘盈 共同探访了玉树灾区的孤儿 并给孩子们带去了不少生活学习用品 舞蹈演员出身的刘延 听说孩子们能歌善舞 表示愿意给他们提供条件 参加相关的夏令营活动 让他们能够完全施展自己的才华 为了表达对大家的感谢 孩子们现场表演了一段舞蹈 赢得了众人 振振掌声 当年因为擅长藏族舞蹈 而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黄小蕾 在看到孩子们的舞蹈后 勾起了当年跳舞时的回忆 忍不住现场展示了一段 让藏族小朋友们看看是否正宗 如今机身制片人的黄小蕾已经投拍了树部影片 自己也尝试过各类型的角色 唯独让她感到遗憾的是 一直以来饰演的角色都是汉族人 从来没有机会体会饰演小数民族是什么感觉 在看到这些藏族孩子后 让她灵光一现 决定找机会投拍一部相关题材的影片 我今天特别梦想就是演一个小数民族的一个女孩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一类的题材我会去找 合适的话我想邀请她们一起来出演